首先上禮拜有提到开放之道 所以Google找开放之道 这个就有开放平台 那切到里面的话找一下 理论上我们可以练习的资料 基本上主要是以CSV的档案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CSV 假如说有CSV的话 基本上你拿给ESA用应该没问题 但是会有个问题 如果你的ESA不是最新的版本的话 会有可能是RUN 我上禮拜有讲到 如果理论上因为我们学校 刚好是最新的版本 没有那个乱码的问题 但是你们的电脑 也许不是最新的版本 那可能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上禮拜就会 那你下载的话点一下CSV 它就帮你下载下来了 那下载完之后的话 刚刚开启理论上 应该不会是乱码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新的 那为什么知道是乱码 其实你可以检视资料 旁边有个检视资料 你点开来 那只要编码格式是UTF8的话 只要是UTF8的话 那你可能用ESA开启 就有可能是乱码 那除非是你用最新的版本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 特别注意一下 除非说那这里面编码方式 它可能显示是另外一样什么 Big 5 或者是什么CP950的话 那当然你直接开就可以了 那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把这个下载的档案 按右键把它编辑一下 或者用那个记事本开启 我上次有提到 你可以用记事本开一下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记事本里面比较没有乱码的问题 不管它哪一种格式 它都基本上不会乱码 反而这个记事本还蛮好用的 那你只要把它另存新档 主要是利用那个 记事本里面有一个叫另存新档 它底下就会出现所谓的编码 那其实你可以把编码方式改一下 那当然在那个 Excel里面的话 它比较适合的编码方式 不会是乱码的话 就是这个ANSI 所以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UT8 你可能就是把它改成ANSI 存档 那会问你说是不是要把它覆盖 当然你就把它覆盖过去 也就是把编码方式改一下 改完之后的话呢 取代掉它 那你在开启就不会是乱码了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了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电脑是新的 Excel是新的版本 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发生 好 那首先的话打开之后的话 不过这个有一个错误 这个不是我们 这个是好像学校有写VBA 但是那个VBA 它那个程式有bug 那个程式它把它加在启动区里面 一启动就会执行 那这个程式好像有bug 那当然不能争错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 这个不是中 OK 那把它关掉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总共有几笔 你可以Ctrl向下 Ctrl按住向下 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总比数 就是3300 为什么01 后面好像多了一些怪怪的 它算是序号 有点怪怪的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 3322-1 因为上面栏位名称扣掉的话 所以是3321笔资料 那我们如果说 今天要在这个资料里面 统计出至少三个讯息 比如说我想知道 三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到底呢 历年来的治安是变好 还是变不好 历年来 那问题是 当然如果你要历年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根据年的部分 你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产生那个栏位 如果没有那个栏位的话 那你就无法统计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最简单的统计方式 你可以用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Ctrl里面有枢纽分析表 那这个枢纽分析表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非常非常好用 也就是如果说 你懂得去做枢纽分析的话 其实很多报表 很快就可以帮你统计出来 那至于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先产生年的部分 那年你想说 老师那年 年不是在日期里面吗 那可不可以直接拿那个 日期来统计 跟各位讲 不行 OK 日期的话呢 它里面包含三个讯息 所谓的年加月加日 那理论上的话 在以色列里面的资料 它基本上是什么 年 节线 月 节线 然后节 有没有 就是分成三个区域的资料 年月日 那基本上是西元年 可是你会看到 像这个资料 其实它不是标准的日期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 它是民国年 而且它其实中间有补林 实际上 它是把 这个发生日期 当时是个文字 所以理论上 这个是一个文字资料 OK 跟正一讲 应该是数字资料 为什么知道是数字资料 各位没有发现 它对齐方是对齐哪一边 它靠右对齐 如果是靠右对齐的话 那理论上 它就会是一个数字资料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取得 这个年的部分的话 怎么做 很简单嘛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就在这边插入一个 按右键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年的栏位好了 OK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需要多一个栏位的话 那我可以多一个年 那年的话 你可以怎么取得年 年三个字嘛 OK 插入函数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插入 用什么的 用那个文字来切割 有没有 文字里面的话有个laps 那laps的话 它就会帮我把我要的 那当然第一个它test了 不过你点选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想说 点击它之后 它明明里面是个数字 但是你会发现 它放到这个 储存格的参数 资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突然变成什么 突然变成文字 为什么呢 跟各位讲一下 eSale它会自动帮你转换 也就是你给它的 如果是一个非文字资料的话 它会先帮你做一件事情 把你的数字 先转换成文字 再来切割 但它不会告诉你 它会说 我先帮你转成文字 没有啦 它直接就帮你转了 那我要前三个字的话 你就输入3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得到的就是103 不过特别注意 103 因为它是文字函数 所以返还给你的答案的话 也是文字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答案 那各位也可以观察一个重点 你会发现它对齐哪一边 对齐左边嘛 那表示它103 这个资料 它是一个文字资料 OK它不是数字 所以将来 如果你要做一些计算的话 还要注意 要先把它转换成数字之后 再来做计算 否则会出错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 那这一题其实不需要转换 所以我直接把它向下填满 可以的 那如果说你要真的转换的话 很简单 前面好像讲过吧 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value就可以了 好像前面用一个value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把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的话 外面只要再加一个value函数 好有没有 然后你把它打勾啊 把那个value刮五 本来它这个里面 是放什么 放那个103的文字的话 有没有 103 那如果经过value这个函数的话 它帮你转了之后 变103的数字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这个需求 希望把文字资料 转换为数字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就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value外面 有没有 因为这一题其实不要了 当然你加也没关系 我示范一下打勾 你会发现 它第一个 你可以发现 它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它的对齐方式 就直接靠右对齐 为什么 因为它就变成一个数字了 跟各位讲 这个敏感度很重要 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数字文字 不是都一样吗 跟各位讲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尤其在以色料里面 最容易出现错误的 就是文字跟数字搞不清楚 我发现很多人 上班工作的时候 发现问题 为什么 不是照着做吗 怎么不对 因为你文字数字搞错 两边一笔不OK 因为你可能讲说 它是103的文字 但是最后的话 其实它这个就不等 如果跟103比的话 那有双引号 跟没有双引号 其实是不相等的 最后当然不媚取 得到答案就不对了 OK 所以这边顺便补充一下 好 那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用Labs好了 先把它抓到年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我们如果要知道什么呢 最好是跟 我想知道一件事 坦错向下 这个资料已经到111年了 这资料其实跟进来蛮快的 那如果说 我今天希望知道一件事 104年就好 103好像只有一笔 这个不准 OK 这个资料怪怪的 为什么多这一笔 103只有一笔 一个切到吗 那不可能 这个其实应该可以删掉的吧 然后再来的话 到110 110 111好像资料还不够 因为现在在三月 我看这个资料好像 也只有到二月吧 OK 还有一月二月而已 好像没有三月的 所以这资料也太 所以假设我今天希望 得到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 就是历年来 104到110年的那个什么呢 统计资料的话 那很简单 插入枢纽分析表 所以一先插入一个年 然后用Lapt的方式 取得我们要的那个年的资料 再来第二步呢 把游标放在这个范围之内 按一下枢纽分析表 插入里面的枢纽分析表 然后他会先问你说 是不是这个范围 没错 只要你把游标 放在这个范围之内 他就会自动帮你选起来了 那当然如果你不确定 是否正确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范围是不是A1到F的3322 应该没错了 所以这个范围没错的话 你只按确定就可以 理论上应该是不会错了 好 那接下来他会怎么样 帮你新增一个工作表 在左边的地方 有没有工作表1 那如果说我要做枢纽分析很简单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不是一个年 你把年拖拉到列 列的话呢 是你要统计的那个栏位 你就把它放到列里面 那如果说你要统计年的里面 到底呢 它的数量多还是少 就是说总共几品资料的话 那你把它拖拉到10个地方 那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你 变成计数 计数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两个都是年 也就是说我要根据年的部分 去帮我算一下 总共它的比数 那你会发现 最后得到就是 104年 这104年的切刀案件 总共有687件 105年的话是663件 一直被推 然后呢 110年现在累积下来 好像12月吧 67件 那103年 这边离间 那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说呢 如果你拖拉的时候 假如说你这个拖拉到10的时候 假如呢 刚刚我们有加value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年拖拉下来 它是一个数字的时候 它会帮你加转 OK 这个可能 如果你是文字的话 它就算几个 它不会帮你加转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假如说呢 我只要104到110 因为103 这笔怪怪的 那我如果想要把它去掉的话 你要怎么去掉 但不是说叫你选这一例 以前我们在Excel 就按右键删除了 不过它没办法 让你这样删 那如果假设 最后我是只是希望显示 104到110 那103跟110 不要显示的话 很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在上面 点一下列标签 这个箭头 然后呢 你会发现 底下就有让你可以筛选的 也就是你可以把103 跟110 111的 这两个打勾取 就要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两个资料就不见了 也就是说 它不要显示出来了 上面也会有个漏斗形状 这个漏斗形状 有点像筛选 也就是说 将来你的这个栏位 你还是可以再做 进一步的筛选 那筛选当然除了说 可以按照打勾的方式 其实也可以按照值 也可以按照标签 等等的筛选方式 最后如果说 我今天希望 老师我希望 这样看数字 感觉比较没有那么直觉 所以呢 可不可以帮我画一个图 图像画一下 或视觉画一下 那我直接 那最好的方式 因为有时间的概念 又有数量的概念 所以时间跟数量 两个概念都有的话 那应该画哪一个图 最适合呢 就折线图嘛 有没有 应该知道折线图嘛 那如果你要把一个折线图 很简单 这个枢纽分析表做完之后 你看 你再按一下这个 这个有没有 枢纽分析图啊 其实就等于 等同是 以Sail里面的图表 一样的道 其实你也可以插入图表 只是从这边比较快一点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找到什么 插入这个枢纽分析表 找到折线图 然后折线图 我是比较习惯用 有端点的 所以预测是没有端点的 这是一般折线图 那你可以找到 含有资料标记的 有没有 资料标记 的折线图 然后你按一下 确定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最后这边 就会有一个 折线图产生 那你可以看到 假如说 我们想要统计 历年的切照案件 这个 标题其实可以改一下 甚至旁边这个图例 其实也可以改掉 按结立程 这个可以不需要 这个上面的标题 可以改 例年切照案件 可以看到 在台北市的住宅 切照案件 理论上 如果根据 假如说 开放资料里面 没有错误的话 那理论上 从110年 大概接近700笔 一直到去年的话 大概已经降到 不到200笔了 这个治安 到底是变好 还是变不好 有图有真相 对不对 OK 那你说 你如果要质疑我 OK 但是你要拿出 相对应的资料 这个资料不对 怎么怎么样 但问题你要拿得到 你更精确的资料 说现在治安不好 可是治安不好 你总要有个数字 对 你不能说 我觉得治安不好 那是你个人觉得 所以 有的时候 当然我是觉得 你要说服别人之前 最好是 可以拿出资料 但是资料的话 它给你的 如果是一个 原始资料的话 你不能说 我这个资料 就长这样 它问题怎么显示 总不可能 你自己看 光3000多笔看完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多还是多 但是如果你可以 很快的取得 100年的栏位 所以刚刚重点 1 先取得一个 年的栏位 2的话 插入枢纽分析表 再把年的部分 拉下来 再利用 什么类的 枢纽分析图 那就可以马上显示 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这个部分好了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这个比较简单一些些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 待会的话 第二个部分 如果我今天 这个第一个 甚至你会发现 Esser还可以 画那个地图 地图的热点 哪里切到一件最多 那那个Esser里面 有地图功能 也就是你可以把资料 塞到 那个什么了 塞到那个Esser Esser里面的地图 它一般可以画出来 这个有兴趣 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那我刚刚做的这个 相关的资料的话 在这边 OK 如果我插入栏 你是插入到 F 这个可以再改一下位置 OK 那这边请各位试试看 增加一个年 然后最后画出 历年切到案件 一个图形 那接下来 当然等一下 我们如果说要 还想知道说 到底呢 各区 因为总共 我印象中 台北市 总共应该是 十二 几个区 十二区吧 那哪一区的 切到案件最多 请你帮我排序一下 按照多的到少的 然后我想知道说 哪些比例是最高的 OK 那你要居住的话 这样 那治安越好 那越适合居住了 然后 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用 圆形图 或者直条图 最后的话 哪一条路上面的 切到案件最多 如果我想要 把热区找出来 总共有十条 帮我把 前十名的道路找出来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甚至呢 发生的时间 什么时段最多 那请各位也许 先试试看吧 先把第一个部分 先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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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